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啊 特别是我们的会员朋友 我今天呢 我现在呢 给大家讲一个 可能你听了 当然了 看你是什么地方的 什么地区的了 我跟大家说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现实 我先讲结论 这个视频呢 我就只给会员看了 到外面讲的话就比较 就就就就就太受争议了 百家条上面呢 是肯定可以赢钱的 就是你的策略啊 你的数据啊 如果你把它分析的好的话 就是我们的策略赢钱是肯定的 可是呢 你要想在美国的赌场 赢钱是太难了 为什么呢 昨天我 专门又去了一家 就这一家呢 我我就 我的想法就是不怎么打 我就专门来看一下 这家赌场呢 我对他算是比较信任的 我来看看他是什么情况 然后当时是在晚上十二点多钟的时候 十二点钟左右的时候 我就发现居然居然居然 或者是比如说你们两个人都是都是一起的 像这种情况 就连杀 呃 如果人多一点的孩子呢 你看不出来 可是呢 单独一个人 或者说 就两个人一伙的 或者两个两夫妻啊 两个朋友啊 他们俩基本上打的是一样的 就连杀 看着看着是非常非常可怕 我可以跟你们这样讲 就有时候啊 你自己参与进去啊 你感你感受不到 你玩 你纯粹的在边上 你在边上 你纯粹的做那个观察 我的天哪 那看着你真的是惊心痛破啊 就说 看着你很寒心 知道吧 怎么杀的这么狠 而且那些人是没感觉 那么所以说呢 第一个呢 我们就说啊 在美国的赌场 你要想赢百家乐 你是想都不要想 我现在看了一下 连我信任的这些赌场 都已经没戏了 而且呢 他们是标准 就所有的干这种事的赌场 都用了一个标准的一个盒子 就那种看起来 瘦缠瘦缠的 而且呢 那个机器呢 还会怎么样 经常滴滴滴滴不出牌 就这个核光啊 拉牌拉不出来 就这样的 好 那么呢 我现在 重点的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 就是说 如果你在澳门 那我真是要恭喜你了 为啥呢 你在澳门有戏 因为澳门的台子多 厂子多 你可以混水摸鱼 你在每一个厂里面 或者说每一个区域里面 你比如说用我们的数据策略 你就获取个两三柱 盈利 你就走 不要跟那两人纠缠 如果遇到蝉痘也走 遇到连苏也走 然后你不停的换产 就用我的这个策略 策略 我保证你是可以稳赢的 但是你们在美国 如果你们现在是在美国的 美国的朋友 也许是整个北美的 因为加拿大那边我没去嘛 我可以跟你们这么说 美国的赌场 不管是加州的 各个州的 那种有打装公司的赌场 还是那个有老虎鸡的赌场 包括那是维加市的 都不要碰他们了 他们是大爷 他们太坏 他们太狠 这种坏 这种狠 我希望你们这些 赌的稍微大一点的 或者说你们是有心人的话 你们就按照我说的去观察 就那种反杀 不说 是连杀 连杀 包括我用我的数据策略 我在边上看 没道理的 某种程度上 不是百分之百的 就任何排路的出现 从这个随机性的角度上面来讲 它都是可能出现的 所以说你根本没办法怀疑它 可是 你坐在这里被这样连杀 而且不是一个人 是连续三张台 我是昨天专门 我昨天我就说 这家赌场虽然一直在那里赢钱 但是我也我要去看一下 因为我这段时间在他那里盈利很差的 你知道吧 所以说我今天就专门来观察一下 他妈的 哎呦 我不观察了一个人多的台 我就观察了现在一个人 一个人 你们两个人 就这三张台 连杀 连杀 好吧 好吧 我 我跟大家说这是金玉良言 真的 然后呢 澳门的朋友呢 你们算是幸福的 我相信澳门也干这种事 可是澳门 他不至于干的 像这里 这么凶残 并且呢 你不要 坐在一张一张台上 连续连续 连续做到这打 什么打一削牌呀 打几个小时啊 不要去干这个事 好吧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